在我学习操作系统学习分布计算 这些一个相关的技术的时候 经常先会遇到就自己的 前面自己一个两样精神的算法 我的思路都能跟上 要我自己去设计 我也能按照这个思路去设计的 但是一多起来呢 我的思路就跟不上 像这个问题 像我再说个别的 跟这里没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四方五方 我们在网络环境里面 不能保证这个网络环境 永远是可靠的 就是我发给你的一个信息 你一定会回复我 或者说你回复我了 我不一定收得到 或者说我发给你的信息 也不一定收得到 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四个五个人 要投票选几个事情 只要是最简单多数 就认为这个选举是成功的 这样的一个事 那我在我的科研的时候碰到了 他这样的事情 他的学术界叫consensus C-O-N-C-E-N-S-U-S consensus 一致性 这个一致性 跟我们其他理解当中 一个数据一致性的 叫consistency 那个一致性还不一样 要求得consensus 在这种不可靠的环境里面 要求得consensus 怎么做 两个人求consensus 那我也想到什么方法 甚至于三个人 我也能想出来 但是N多个人呢 有怎么想呢 在科研的时候 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往往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往往就会崩出来一个 很厉害的人 他在十年二十年之前 已经帮你想好了 这些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所以我碰到好几次 所以就就发现 在Lampold这个人太厉害了 他叫Leslie Lampold 太厉害了 像我刚才 像我刚才讲到的 那个求一致性的问题 他老早就想好了一个算法 像现在 现在我们在N个进程的 零件性护车问题 他也老早就想到一个算法 所以他的算法 出其不意的就在那里了 然后你就仔细去研究它 这个算法是可以用的 现在我们看看 现在这个就N个进程 它只限于N个进程 为什么只限于N进程呢 因为它用到了数组 在这里面用到了choosing数组 用到了number数组 这个数组是需要有上限的 就是数组定义之前 必须要给出一个最大的值 也就是N 那有这个最大值 在算法里面用到了最大值 所以它只局限于 明确N个进程的那种协调 是可以做的 这个算法是面包房算 Bakery算法 有些叫面包店算法 那个Bakery算法的全部 整个算法是长成这个样子 先简单看一下 我等会很详细地解释 它的临界区在这里 它的临界区在这里 它的Lemander的setion在这里 那么出临界区以后 它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把number数组减零 而不是所有的 那么数组的字 是其中一个数组元素 这里的I 或者以后这里也写到了前页 这些指的就是进程的编号 关于进程的编号 所以你简单的就把它 看成进程号就行了 PID Processed ID 就简单把它看成PID 因为我们进程的PID 本身就是一个大于零的 一个正整数 而且是保持唯一的 所以说这种数加起来 组合起来 就是一个数组里面的内容 那你把I界之类的东西 去看着进程的编号 就这样的PID好 这样理解其实会容易 那么I0 那就是进程编号 对应起来的这个单元 把它制成零了 把它制成零了 出来的时候就 零界区出来的时候 这句话写得很简单 零界区进去的时候 写得很复杂 从这开始 从这 choosing开始 number number I 设置一个词 等会我会解释 这什么意思 然后再有一个for语句 最复杂的就这个for语句 for语句 从零到N-1 要做一个循环 循环题 一直要到这个花块结束 这个循环题里面 又有个YL语句 这个YL语句 这个也是YL语句 这个YL语句 跟前面的tuning是配合的 又有个判断的一个YL语句 也写得很复杂 但写得很复杂 你可以看到 别的你不要看 你先看这个 先看这个 就是 结等于零到N-1 减1 做循环 做循环 循环的时候判断 这个number j 是不是等于零 就看这个 其他的等会我慢慢一个个解释 到里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先把这个先搞明白 number j不等于零 意思就是说 从零到N-1去找 找下来的数组的number元素 全部都是等于零的 我才从这个YL语句来下去 下去意思就是我可以进入零界区了 那简单的意思来讲 Pi进程 要进零界区之前 先把它自己的number值设好 根据什么什么数 加1 这样的写法的话 它设出来的number数 肯定是大于1的 肯定是大于零的 大于等于1的 因为初始化的时候 和零界区出来以后 都会把number值变成零的 所以初始化整个number数数 都是等于零 经过这样一个计算的话 它number i的值是大于零了 大于零的 它自己把自己的number 这个设好了 然后呢 复循环一做 判断人家是不是全零 如果人家是全零 它就下去了 基本的事项是这样子 然后看它 看它的思路 看它思路 它是说 所有想进入零界区的进程 都要给它分配一个数 分配一个数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看出 它是number数主来表达的一个数 然后 这个分配数的动作是并发的 你看我前面 我前面这里边的程序体里面 任何一条语句 都没有说它是个原子操作 都没有说它要 它要怎么怎么样 护持住 没有 并发的 完完全全 随便你都调度 随便你在任何时刻 调度给任何进程 都行 都行 包括零界区里面执行的时候 某个进程在零界区里面执行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CPU抢过来 分配给别人 都没问题 它完完全全是并发的环境 那么 分配一个数为进程 进程只要需要 为进程分配一个数的时候 这个动作也是完完全全都并发了 就有可能是 很多进程同时得到了一个数 都有可能的 好 你得到了数了 没问题 你得到数以后 第二行里面写的 就是 得到数以后 拥有最小数值的 这个进程 可以进入零界区 数值相对比较大的 就在那门口等待 在门口等待 这个基本的思想应该是 应该是比较好理解 就细节分 细节处理的时候 有点技巧 基本的思想就是 想进去 先拿到一个数 然后数字最小的 才可以进 你到银行里面去办什么事 你到浙大的综合行政大厅 去办什么事 都这样子 我就说综合大厅里去办事好了 你去办事之前 先要在门口机器里面 点一下 取一个号 然后他会叫号 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叫号 叫到你的号 你才可以进去办事情 所以这个思想是比较朴素的 那他可能是认为 他生活的那些地方的面包店里面 买面包 买面包也是这样的一个 叫号的一个顺序 所以进去以后先拿个号 然后叫到你了 就去拿面包去 这个我也碰到过 我倒是没去买面包 我去快餐店里面 去弄一顿午餐的时候 也是经常是这样子 先在柜台里面说点好了 我要什么什么东西 钱给他了 然后就拿到一个号 然后他们就去做去了 做的时候 加工时间是有先后的 但叫到我的号 我就去拿 这个到经常是碰到过了 但是也是从生活当中去来 过来的一个东西 那么他这个算法里面呢 就是有可能会是 两样进程拿到的数值 是一样大 一样大的数值 有这种可能性 那这种可能性下面 他要做一些 比较复杂的判断 就复杂在哪里呢 除了这个数字大小 要判断之外 还要判断一下 就是进程的编号大小 他设定 他假设 这其实是无所谓的 他设定 进程编号小的 可以进 进程编号大的 不能进 他设定这样 这是他的设定 那设定的体现 设定的体现就是 你去找 找到了一个 找到了一个 结 等于零 当然就过去了 如果结是等于 非零的 是不等于零的 他要判断 他用了一个这样的二元组 来做判断 这个二元组的意思 还得看看二元组的意思 定义 A等于C的时候 那么就要看BD 只有当B小于D的时候 还认为AB小于CD 它是个半续的一个定义 倒过来CD是不是大于AB 他没有定义 他不管 他不定义 他只定义小于就行了 他够用就够了 够用就行了 当A等于C的时候 要看BD B小于D的 才认为AB小于CD 定义了这样的幅画 当然MAX在C上 这幅画里面用到的MAX 当然你知道 你在其他场合里面用过 这个函数的意义 一样的 跟其他场合里面一样的 而且它这个函数体执行的时候 也不是说是原子操作 是随便可以被打断的 求人数组 它这个数组 现在还暂时不用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number数组 这个number数组 开始的时候是数字是零的 那如果这样一说 你再去看 再去看这个后面的numberJ 逗号J numberI逗号I 也就是AB小于CD的动作 那么这里的AB就是 numberJ对比于numberI 如果numberJ 小于numberI的 好 这个公式就成立了 这个小于 这里边的小于符号 这里的小于符号就成立了 那小于符号成立是 意思就是 你J如果非零的话 看到的如果是J 比I要小 J进程拿到的数 比I进程拿到的数要小 那么J应该进入零结区 那现在我整个 整个函数过程 是在对I在说话 是在PI进程在说话 所以J可以进入零结区 也就是I要在这里等待 那等待就是这个 YL一句 等待的操作就是 就是这个空操作 这个分号的空操作 YL空操作 那CPU分配给PI进程 PI可能就在这个 YL一句里不断的循环 循环就等在 J身上 那如果 一种情形 如果J做完了 做完了吗 J在PJ的进程里面 做完了它的零结区 它出来的时候 是NumberJ等于零 NumberJ等于零 就出来了 那NumberJ等于零以后 如果CPU再分配给PI去用的话 PI还停留在这里呢 还停留在这里呢 这个时候 PI就会看到是NumberJ是等于零 它后面就不会去做判断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 NumberJ出来了以后 再进去呢 它还是还有CPU的 就是PI进程在这里等待 在这个位置上等待 PJ进程拥有CPU的时间 它做完连接区 做完NumberJ等于零 做完零以后 又回去了 有没有可能呢 完全有可能 因为CPU调度不是 你调度说了算的 是它 是CPU调度程序说了算的 完全有可能 但没关系 那个时候 求出来的NumberJ是等于 所有Number里边取一个大的 那当然把NumberI的值也取进去了 或者是取NumberI 或者是取NumberI 比NumberI的更大的数字 所有的Number里边取一个大的 还要加1 这个就导致了后来NumberJ取出来的数据 一定比原来的NumberI的值要大 所以那个时候 等它取完NumberJ以后 再把CPU交给PI 去做这个YL语句的话 那个时候 虽然NumberJ是非零的 NumberJ是非零的 但是NumberJ的值 肯定要比NumberI大 转得过来吧 哪只 就他 他数字小的进程 他最多只有一次机会 最多只有一次机会 CPU时间尽管给他 他也最多只有一次机会 第二次再给他的时候 肯定就没机会 肯定没机会 肯定要等待了 原来的进程如果是没想进NumberJ去的 那么他那么得零 那么在这个地方就被排除掉了 在这个地方就被排除掉了 就不会参与竞争 不会参与竞争 想竞争的 他最多也有竞争一次机会 一次进去 后面他就要等待 这个思路 这个思路 这个基本思路 好 基本思路在了 看一下特殊情形 先说基本思路吧 先说思路思路 我不想证明了 证明我自己感觉 这个证明水平不如作者 肯定证明不了的 我不想证明 我只说一下说明 互斥 progress bounded waiting 这几项 它是不是满足 第一个互斥 说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有两个以上的进程 进临界区 同时进临界区 那严格的证明 不是严格的证明 严格的说明 等会再做 因为它是有一些猫腻在里面 但笼统地讲就是 你每一个进程都想拿到一个 都想进临界区 都拿到了一个那么子 然后对那么子进行比较 如果那么子不同 那么小的那么子 只有一个小的那么子进去了 如果有几个那么子 都是取到了最小值 我刚才还没有来得及说明这个 如果如果说有几个进程 都取到了最小的那么子了 没关系 虽然那么子里等下 那么结合那么爱比较 是相等了 但是它的进程的 进程的ID号 进程号是不同的 进程的号一定能分出个高下来 每次只能让一个进程号最小的进程 可以进入临界区 其他的也是因为这个的缘故 在这个点上和这个点的比较的缘故 在那里在YLUG里等待了 因为它这里不是一个 一个end的操作吗 是end 这是end的操作 就这个不等于0 这是end 然后这个条件要满足 这个条件满足 刚才定义过AB AB小1cd 必须是ac A小1c 或者是就算是A等于c了 也要B要小1d 这个定义已经在那里了 因此说 从笼统的看起来 它每次只放一个进程进入临界区 第二个progress Fuller是说是当前没有进程进入临界区 然后有些进程想进临界区 这是它的前提条件 然后要求是 只有那些想进临界区的进程参与选举 想进临界区的进程 那么的值是大于0 不想进的那么值是等于0 那么不想进的进程在这个地方的判断里面就把它排除掉了 C语言临界区的判断了 他看到and操作的时候 先判断第一个条件 如果第一个条件成假 后面的条件就不做了 这个and end操作的语意了 这个操作的语意就是这样子的 前面那个条件如果是假的话 后面就不做了 只有到前面条件为真的情况下面 才会看后面的判断 那么前面条件也就是那么是等于0的 他就不考虑了 所以这个第一个要求它是符合的 然后第二个要求是说 要在有限时间里面要选举出来 那么它这个循环从0到n减1 它是有限的 它是有限时间的 然后这里看起来 这边有一个y有句好像貌似看起来是可能无限 可能无限 其实它也会 它不是有限时间 是有限次数 看起来玩偶一句好像是无限 但其实它也是有限次数的 因为每等待 没有玩偶一句等待一个进程 这个进程只能进入零界区一次 那你就算是运气不好 从0到1到1到2到3到n减1 每次都会在这里玩偶一句就碰一下 都会在循环等待一下 那每次也只能等待一个进程 只能等待一些 所以说它的它的等待的次数 是不超过n减1次的 不超过n减1次的 所以它的bounding的围停条件也是满足 我把两个东西搞混掉了 这是我自己不对 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 先说bounding的围停条件 从进程进入零界区 也就是进程进入这个地方开始到 不是进程进入零界区 进程进入这个地方开始 到进程进入这个地方为止 中间的过程 中间这个时间段里面 其他进程进入零界区的次数 是有限次的 这是bounding的围停条件的 准确表述 这是我是准确的表述了 那么按照算法这样 执行下来的话 可以看到 其他进程进入零界区的次数 最多就是n减1次 因为有这个for语句的在 有这个for语句的在 最多只有n减1次 所以它是有 这个bounding的围停条件 是满足的 然后再说前面的progress条件 说progress条件的那个选择 选择的动作 是要在有限时间里面结束 因为它for语句是有限时间 有限次数 因为这个wile语句 每一个wile语句都是有限时间 因此整体上的就是有限时间 那wile语句为什么说是有限时间呢 因为它在等接出来 那接嘛 CPU调度的时候 它一定会调度到 一定会调度到P接进程运行 那P接做零界区的操作 一定会是有限时间 所以它的判断 也是在有限时间里面完成 所以从这样简单的理解 说明上来看 它三个条件是已经满足了 n个进程的零界区问题 它三个条件 也仍然都是已经满足了 但是这里边有确认 有一些有一些 就比较隐蔽的猫腻在里面 一个猫腻是 为什么说它取出来的数据 它取出来的数据 是有可能是相同的 我这里写了一个分配顺序的数 可能是先分配一 然后分配二 然后同时分配三 然后四五 虽然它是递增的顺序 但是它也会 有可能是会相同的 这个 这个是为什么 那你要看一下 你要看一下这个算法 你假设 我们有一个精神 其实我说两个精神就行 精神P1和精神P2就行 你假设P1 P2 均等的得到CPU 可以执行的 我慢慢地分解 P1得到CPU 做了一句 比如说做了一句 choosing等于cho 做了一句这样的动作 然后调度给P2 也做了一句 choosing等于cho 这个动作 这个choosing等于cho 这个动作在 在有些个汇编里面 它也不是 一个汇编员就能做完的 数据 求数据下标 它就要几个汇编指令 从数据的头地址 找到数值的 数值元素的一个地址 就要好几个指令 那不管它 反正就分配给它 好几个指令的执行时间了 P1做完了这个动作 然后P2也同时做完动作 然后又把CPU分配给P1了 P1去做 准备去做number 这个number值 无论是哪一个CPU 都一定不是一个指令里面完成的 所有的CPU 都不可能在一个指令里面完成 因为这里牵涉到了一个max函数 一个函数调用 函数调用 那就是跳转到另外一个程序体 那个程序体做完了以后 有一个Lutern指令返回回来 所有的高级预计 所有的汇编语言 都是这种机制在做的 所以max函数的话 不可能用一个汇编指令完成 更何况 它max算完了以后 还要算个加一运算 更何况 它算完了以后 还要做一个负值运算 你再厉害的CPU 也必须有三个指令 来做完这一行 第一个指令 call指令 call max 第二个指令 加一 第三个指令 负值 再厉害的 再厉害的CPU 也必须有三条指令来完成 而这个三条指令做的时候 CPU调度是随时可以打断 它任何位置的 任何阶段的指令执行的 它有可能做完call指令 它就打断了 还没来得及做加一 它就打断了 调度给别人了 也有可能做完了加一 还没来得及做负值语句 就打断了 都有可能性 好 我现在就假设 有一种可能性发生了 CPU分配给PE进程 这个PE进程 拿了CPU时间 来得及做完max函数 call max 而且max返回 就求出了 所有进程number数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值 最大的一个值 它求出来了 那时候CPU还在PE手里 继续PE做加一操作 加一操作也完成了 求出来的值放在积存器 累加器里面了 放在累加器里面了 但是它来不及做负值操作 它来不及做负值 就说PE的新的值并没有更新 更新出来 PE还是老的值 老的值 在这种情况下 老的值肯定是等于零的 PE还是老的值 新的值还没给它 这时候CPU调度 上下文切换 PE的累加器里面的计算结果 暂时保存起来 保存到它的PCB 好 PE有机会做了 PE有机会做完了 MAX的调用 做完了加一 做完了负值操作 这个时候 PE得到了什么值 PE得到什么值 就要看这里的 这里原来的初值是什么 那我简单的 把它简单的假设成 就是说原来没有进程 想进临界区 也没有进程 已经进入临界区的 也就是说 所以进程的那么值 全部等于零的 好 如果是全部等于零的 那么这边的值 全是零 MAX函数求出来的值是零 是零 零加一等于一 一负值给P2 那就是P2得到的是一 然后CPU调度返回给P1用 CPU调度回来了 回来给P1用 P1是什么状态呢 P1还没有完成负值操作 累加器里面有它的结果 当时它计算的时候 所有的能源也是等于零的 所以当时它求出来的MAX值 也是等于零的 加了个1 就是等于1 累加器里面保存的值是1 累加器里面保存了一个1 通过上下文切换 从PCB里面把这个1拿出来了 写到累加器里面 好 那时候把累加器值 反过来负值给内存里面的一个单元 就是那么1 反过来负责给内存单元的那么1 负过去的值就是1 因此在这种情形下面 在这种情形下面 P1和P2两个进程 都拿到的是1 那这个特殊情形可以与此类推的了 你有1234567890 很多个进程 通过调度 它都会 都可能是这种情况 第一个进程 做完 做到了max和加1 复制操作的时候 被调度了 第二个进程 做完max加1 复制操作的时候 被调度了 第三个进程也这样 第四个进程也这样 那然后 如果这样 等第四个完了 第五个 等它做完了一个值 再回来 让第四个做 那第四个就得到了一个复制是1 再回来让第三个做 那第三个得到了一个复制也是1 所以12345 全部都等于1 所以说 它的number的值是可能相等的 是可能相等的 这个 这个 我这样 我这样解释过了以后 是 是明白了 但是这个程序里面 还有一块地方 我有意回避掉 没解释 跟toting相关的 跟toting相关的 其他我都已经解释了 我把toting拿掉 我把toting拿掉 你可以验证一下 我前面都 都已经解释了 这样的算法 这样的算法 完完全全都已经说明了 好像看起来是可以用的 好像看起来可以用的 那要出生干嘛 所以 这是反过来就可以提示你了 这样的算法还是有漏洞 还是有问题的 那然后想 那这个想可不是一节课里面就能想出来的 漏洞 那想了 想一年恐怕也想不出来 因为每届同学上课的时候 偶尔有几届提了这个问题 他想了以后想出一个反例来 但并不是每一届同学都能想出反例来 意思就是说 有些用工的同学可能在一次一年里面就想出来了 有一些班上 有一些界别 20109节 2007节 2008 2006节 这种 有些界别呢 他懒惰 他就不去想它 然后最好的 想了 而且想出 想出 问题所在了 最好的 我想不起来是哪一届 是哪一个同学了 我也不想去 说他想哪届 哪个同学 想出来一个反例 想出了一个反例 是很明确 来说明 在这种情况下面 如果不加choosing的话 这个算法是 不能满足mutual exclusion 也就是说 有两个以上的进程 可以助流内层 助流内层就去的 可以达到 有这种情况 想出来了 他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顺序 就是左边 左边是PI进程的 执行的序列 右边是PG进程 执行的序列 他用一杠 一个大语符号 用这个符号 来区分的 前面一页 他说假定 假定矮小一切 这没关系的 前面一页里面 说的是 加了求定数字以后 他按照他的顺序来 是正确的 就没有那种 异常情况发生 那我们就跳过去 不去看他 加了求定以后的情况 直接就去看 不加求定了 这些是加了求定 Otherwise Otherwise 不加求定 会出问题 那我解释 你看看他这样说的 有没有道理 要你去想 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就不去不去想他了 有没有道理 他的说法就是 在在这个时刻 是让PG进程 使用CPU 因为因为呢 PG语 PG那边在执行语句 这样的写法就是 PG进程使用CPU的 调度的时候 调度给PG的 像下面这句写法 是PRI进程有CPU 有CPU可以运行 那先开始呢 是PG进程 用有CPU执行 他做了 Max加1操作 做了Max加1操作 而且已经 这个内容已经给 累加器了 已经给累加器了 还没有来得及 把累加器的值 交给 交给number 数组 好 那个时候做切换 是PRI进程 也是做了Max加1操作 也是保存在 PRI进程 自己的累加器里面 没有复制给numberi 然后又切换了 这是切换回给PG 好 PG做了numberG的 一个更新操作 那么直 已经在那里了 那么直已经在那里了 然后PG进程 去做Full循环 你可能 他用了index 就是这里的Full循环 PG进程 去做这个Full循环 他不能用J了 他用了index 等于0到n 然后index加加 那下面所有的节 都用index去替代 这个是没关系的 这是一样的 index Full index等于0到n index加加 然后他说run 当当index等于i的时候 index从0开始到n减1嘛 当然可能会到i的了 当他等于i的时候 他去做一个 做就下面这个YL训句 当index等于i的时候 他会去做YL语句的 那这个YL语句呢 就是他这里写的还是index 实际上这个是就是i了 我把它写成i 这样写 也就是说 对PG进程来讲 index到了i 那么要比较是 numberi是不是等于0 然后要比较numberi i和numberi之间的 一个区别 因为那个时候 注意这句话 这句话我没有 还没有 还不能完全提醒 就note 这个note很要紧 进程i还没有 还没有set 这是他同学自己写的 hasn't hasn't set numberi so numberi应该是 那时候的numberi应该是等于0的 numberi应该是等于0的 既然numberi等于0的 这个时候的 这时候的YL语句 就是假的 这个时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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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因为是等于0 所以YL条件是假的 所以他不会在这里 做空操作 所以他就跳过了 对i的判断 index对i的一个 一个比较和判断 然后他继续做 他缺循环 剩下的部分 就是比较 i加1进程 i加2进程 i加3进程 一直比较到 n-1为止 一直减到n-1为止 那整个 整个完整 完整的那个比较下来呢 发现 YL语句 全部都可以跳过去的 好的 到了这个花宽 结束 PGA进程 进入零界区 刚才按照他这个顺序来做 是可以的 没有 没有任何的错误 没有任何的错误 就是按照这个 程序执行下来的 没有任何的错误 好 PGA进程 进入零界区了 在这一步 在这一步 PGA进程 进入零界区了 好 这个时候 CPU返回来 分配给PIA进程 PGA已经在零界区了 CPU返回给PIA进程 PIA进程呢 它max加1的值 已经求出来了 东西在雷加器里面 那当然现在是 就把它负责给 负责给 雷加系列值 负责给他买 好 然后PIA进程 也进入 FOR INDEX的 INDEX等于零到 N 然后INDEX加加 那个FOR循环 FOR循环底下 也会有 WIO循环 好 也会有WIO循环 那么 WIO循环 当循环到 它这里没写出来 当循环到 INDEX等于J的时候 也有一刻会变成 INDEX等于J的 对吧 其他我们不去考虑了 那INDEX等于J的时候 这个 这个语句就变成 我也把它借一下 语句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这样子 因为刚才的 设置 MAX函数的掉一门关系 结论是 拿到的 NumberI值 和NumberJ的值 是一样的 那时候 NumberJ 先是 先看 NumberJ是非零 NumberJ是非零 刚才我们看过了 NumberJ已经是负值了 NumberJ是非零 而且NumberJ和NumberI是一样的 而一样的 按照二元组合 需要比较 比较J和I J要比I要大了 所以NumberJ 小于NumberI 这个表达是 不成立 虽然前面 虽然前面 NumberJ非零 这个条件是成立的 但是我这里是 N的操作 后面那个条件不成立 后面那个条件不成立 整体就不成立 整体不成立 Wile语句 就不做 Wile语句后面那个空操作 就不做 就不做 下去了 下去了 那Index等于 等于结的时候 这样下去了 Index等于结加一 结加二 结三生 结加四 结加五 全部都 没问题 一次性通过 好 也下去了 Pi也下去了 结论 Pi和Pg 两个都在连接区 都在连接区里面 这个就是说 它这个算法 如果你光写成这样子的话 这个算法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面 是正确的 但是在绝小多数 绝小数情况下面 还是错了 还是错了 有这么个漏洞 那既然有这个漏洞 就要去修补 那刚才那个特例 这个情形 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因为要刚巧有两个事情发生 第一个 Namma I和Namma J 是相同的 拿到的数是相同的 这种可能性比较多 这个发生的纪律还是比较多的 还有一种刚巧是 CPU调度的时候 先调度给了 PID号大的那个进程 后调度给PID号小的那个进程 如果反过来也没事了 先调度给PI 再调度给PJ PIA肯定进去了 PJ进不去的 当PJ 当PJ做这句话的时候 做这句话的时候 发现是要在这等待的 就刚巧有两个事情同时发生了 它就会进去 那怎么样去拦住它 两个事情不能同时发生呢 第二个是很难来的 就是CPU调度的时候 不可能按照PID号从小到大 每次都是按照从小到大去调度 这不可能的 没有这种调度算法 我们靠考虑调度的算法是 先来先服务 最等作业优先 优先权 轮转法 那就要么是优先权法 用优先权法 而且规定优先值 PID号是小的 优先权高 我们这样看 说不定还能发生 但是实际情况 人家不会这么干 优先权不会这样设置 所以说 这种很特殊的情形 让它阻止第二种发生不可能 阻止说从小到大的调度 PID号从小到大的调度 不可能 那就第一种 那就第一种 第一种也不是说 不让MAX 不让那个Number值取相同 这也没道理 而是说当PI 刚才那个例子里面 当PI进程正在求Number值的时候 TGA进程就把NumberI拿过去就比较了 这个NumberI的值处于不稳定状态 处于不稳定状态 不稳定状态 那是不能用的 本来就是不能用的 如果你做过模拟电路实验 数字电路也一样吧 如果你做过电路实验的话 你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一个雨门 两个信号进去 出来一个信号 就是两个高电瓶 出来一个高电瓶 一个雨门的 我不知道你们 现在做不做这个实验 一个雨门进来实验 说起来就是两个高电瓶 出去一个高电瓶 但是前提就是 这个两个高电瓶都要稳定 如果输入的电瓶是从低到高的过程当中 它还在爬升呢 在爬升的时候 你是拿不到一个稳定的输出的 要必须要让它爬升超过 按照我们当时做实验的 TTL电瓶做实验的做法是 超过1.8V以后 才算是稳定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软件算法里面也是一样 你那么只要稳定下来以后 我才去做判断 正在求那么值的过程当中 我拿去做判断 有充满危险了 有这样的危险在 所以今天的思路就是 要让它稳定 稳定完了以后 我再判断 那怎么叫稳定呢 加了一个标志 加了一个标志 choosing数组是n个元素 因为它n个进程嘛 它要管n个number呢 所以变成了一个choosing数组 其实就是choosing i就是一个标词而已 choosing节也是一个标词而已 像刚才那个情形 用choosing i标词把它制起来 一直当它稳定了以后 我才可以 我才可以干这个判断的工作 那就是我把它choosing choosing数组恢复 恢复回去 你看这个情况 如果说的是p借进程 当然这里只能写index 这个地方只能写index了 如果p借进程要相对nummer i 做比较的话 先要看一下 先要看一下它所谓的choosing 先说choosing它是怎么用的吧 choosing是当它要做复制操作的时候 把choosing制成true 复制完了以后 把choosing制成false 意思就是如果是choosing等于false的 就说明这个nummer值是稳定的 要么是0i 要么是这个大于0的数 当如果choosing制是等于true的 说明这个nummer数是不稳定的 正在负责当中 正在负责当中 那么它要去做比较的时候就看 如果是cho的 正在负责当中 不稳定的 好我在这里等一会 我在这里等一会 循环回去 一直等到choosing变成false 变成false的直稳定了 直稳定了 我下面再做比较 那么刚才讲的那个特殊情形 就不可能发生了 负责已经负完了 就不可能发生了 那么就严格按照nummer值和iJ的大小 去判断 谁进了解去 慢慢体会 我说过了 这个东西要搞清楚 可不是一年能搞清楚 这个面包房算法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需要 没有啦 面包房算法 就这样子啦 就这样子啦 我先去工作了 我先去工作了 我先去工作了